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不乏学佛者 修行人 甚至出家众 但是请留意 只要横竖法师穿着袈裟身为僧侣的一天 旁人均不宜对他大肆批评指正 除了他的师父之外 为什么呢 因为傍僧的罪过很大 以下我们来听听师父们的开始 惠律法师有说 出家僧人是三宝之一 堪称是宝 既然是宝 他即使不完整 也仍然是宝 比如 珠宝玉器 即使坏了 你能说他就不是宝了吗 黄金坏了 碎了 难道就不是黄金了吗 又如瓦礼 即使再完整的瓦礼 他也称不上是黄金珠宝 只能是一块完整的瓦礼而已 破戒二行的朱比丘 也依然是宝 绝对不是瓦礼 他的功德盛行 也绝对胜过一切的外道 外道没有缘起法 外道没有空会的思想 他怎么解脱呢 我说这些不是提倡比丘作恶犯戒 也不是包藏僧人的罪行 而是旨在提醒出家僧侣 在家菩萨 要谨防口业 不要因为别人错误了 自己也去错误 别人破戒了 自己也去破戒 许知 自己生死 自己了 自己吃饭 自己饱 他要照业 他得果报 你要是毁谤僧人 你就要得下地狱的果报 破戒作恶 那是他的事 放生 受报 那就是你的事了 在家信众 说比丘过二 犯大重罪 必受二保 身为出家僧众 说比丘过二 也是同样犯大重罪 因此 佛陀为了避免造口业 特别交戒僧众 不得向未受拒戒者 说比丘过二 说比丘过二 也就是是非的人 其罪业超过毁破佛塔和打坏佛像的重罪 吓死人了 没有听啊 还真的实在是不知道呢 所以如果你有心无心 或者是有意无意 在三宝门中 以前曾经犯过的 赶快拜八十八佛求忏悔 忏悔包括改过 要不然就是念大悲咒 念大悲咒 五历十二重罪都可以灭 你如果看到比丘 比丘尼 一些跟自己的理想有落差的 你就不看 就当作菩萨视线的看不懂 出家人也是甚凡不齐 在佛门里 你不管受到多大的委屈 痛苦 也绝不发一句对三宝二言 毁谤比丘和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的人 其罪比出佛生血的罪更重 妙想法师说 佛制定比丘尼必须行八禁法 才能成为比丘尼 才能得戒 不行八禁法 比丘尼马上就破戒 如果你在他人面前喝举破戒的比丘 令其对比丘失掉信心不恭敬 不从表面 就从心里如果不恭敬 都会失掉八禁法的 他的比丘尼戒实际上会已经不成立了 你想一想 你破了自己的法 也破了他的法 这都是不行的 所以说 我们大家不能在众多比丘和比丘尼前 率而喝举破戒比丘 进宫法师说 毁谤苏家人的罪很重 苏家人不管其持戒或破戒 只要对他恭敬 就如同恭敬三世主佛 若毁谤他则罪孽深重 至于破戒身 因其行为不减而招致 众生毁谤三宝 他自己造了将来堕落地狱之音 是他自己的事 与众生不发生关系的 故古师有云 其人戒定虽淫若 善能说法度众生 若能供养此忍者 胜于供养十方佛 惠律法师又说 忍入 这个忍入一定要通达空性跟无相 否则忍不下来 若把道场佛像打掉 这个罪就很重了 也绝不可向未受拒戒人 也就是居士说比丘过二 说比丘过二 即是非的人 其罪业超过 毁破佛塔和佛像的重罪 佛陀不允许任何人毁谤 出家僧重 若说僧女过二 其人即违犯无量重罪 我们切记不要犯这种的罪过 就是说三宝的过错 因为说僧过二 就是谈论是非 照做口言 同时也是毁谤三宝 说是说非 是极不可取的行为 这是佛说的 佛是真于者 实于者 不忘于者 难道你还不相信吗 这个不讲 没有人晓得到底罪有多种 只是用自我的意识观念认为 嗯 大概不会有事吧 我大概没问题吧 你如何知道事情的什么对错呢 怎有智慧去分辨事情的来龙去脉呢 凡事自有因果 你又何须瞎操心呢 更何况 以你的角度看是非 在其他众生的角度看 却又未必如此 我说这些 不是提倡比丘做二犯解 也不是包偿僧人的罪行 而是旨在提醒出家僧侣 在家菩萨 要谨防口业 在家信众说比丘过二犯大重罪 必受二保 身为出家僧众 在居士前说比丘过二 也是同样犯大重罪 因此 佛陀为了避免僧俗 照口业 特别交界僧众 不得向未受拒戒者 说比丘过二 那些批判出家大德的人 大家千万要闭上自己的口 对于那种放生的文章 或新闻 我们连反驳都没有必要去做 以免抬高起人气 不慎 若参与了 会形成共业 学佛不可以把自己变成极端分子 学会攻击人 佛什么时候叫你这样做了 释迦牟尼佛教你攻击人了吗 佛尊重每一个人 不对立 不攻击 修行人是无真 我在讲经说法中 一直重复的讲 我们不怕外道的 外道伤害不了佛教 佛们最怕的就是内道 例如出家攻击出家 出家攻击在家 在家攻击在家 这个居士林攻击另外一个念佛会 这个念佛会攻击另外一个放生会 这个放生会攻击另外一个菩萨界会 这个菩萨界会攻击另外一个功德会 这些都叫做佛门不幸 修行要礼尽三宝 恭敬出家众 不敬三宝 学法无益 若来到道场 不能礼尽三宝 就不要跟人谈修行 尊重 礼尽三宝 乃入门的根本要法 每一位法师都有他的优点 劝人念佛也好 诵经也好 讲经说法也好 参禅自悟也好 只要符合佛的正法 我们都给予最大的尊重跟赞叹 一个法师有一个法师的法 一个在家居士有在家个人的因缘 我们给予绝对的尊重 因果从来不误人 不要落入对立的观念 若你做个批判者 有一天你也会被批判 真与道相为 修行要看自己的毛病 而不是挑别人的过错 一个真修行人 他是无真 不对立 不攻击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我们是佛陀的弟子 不论是出家或在家 都是佛陀的弟子 人有权利 看法不同 但是我们没有权利 去伤害众生 一草一木 都有他生存的空间 应当互相尊重 不该彼此伤害 不论这个法师多么的离谱 我们一定不要跟在家居士说 任何这位法师的一句话 只要你不是佛 你一定有缺点 缺点我不看的 好话赞叹我说 因为我不想下地狱 我想让佛教兴盛